加起肉片放进滚烫火锅中涮煮 短短几秒熟透 沾上酱料后放进嘴里超级满足 去泰各地气温飙泼36度 但热腾腾的火锅却商机无限 一旦用餐时间人潮爆满 业者再无淡季 因为一年365天都有人要吃火锅 放眼望去对比室外炎热的天气 电力空调风量开到最强 民众在冷气房内大壳锅物 滚烫汤头冒出阵阵白烟 尽管是夏天但火锅在台湾 俨然成为国民美食 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呢 几位 我们里面请 走进店里温度瞬间下降快10度 一旁还有饮料机和冰淇淋 吃完热时还能够品尝甜点和冷饮 台湾人就爱吃火锅 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因为冷气 冷气只要够强大家都会在这里 然后又好聊天吧 大家习惯都变了 不像老早 老早可能冷气不够凉 对不对 现在冷气够凉就都OK 为了更好吸引顾客上门 业者寄出五花八门的手段 要抢工至夏季火锅商机 那当然天气热一定会影响部分 客人上门用餐的意愿 所以我们在夏天都会推出清凉的甜点 像是绿豆汤 鲜草蜜等 国民美食人人都爱 酷熟气候 挡不住民众爱吃火锅的心情 业者冷气开好开门 就等着顾客上门来消费 本来新闻市议会方正台北采访报道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